却没人敢去开采 这就是著名的库波尔金矿 上世纪40年代 人们就发现了 这里有丰富的金矿资源 但开采工作却一度被停止 一直到2008年才开始恢复 这是为什么呢 这自然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 它位于西伯利亚东部的 冰原深处 靠近北极地区 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0摄氏度 想要在室外正常行走都难 更何况是工作 在这里的矿工没有周末 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 在连续工作两个月后 才能得到两个月的休息时间 除去非常不合理的工作时间 这里距离城市超过200公里 虽然修建了一条公路 却常年被冰雪覆盖 大多数时候只能靠飞机进出 矿区里虽然有温暖的生活区 包括健身房 电视休息室等 现代化的娱乐休闲设备 但始终是比不上正常的城市生活 况且每天再辛苦工作了12个小时 工人们也没有精力进行这些娱乐活动 而且这里因为极力温度 在食物上面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只能靠从外面运输进来 很多食物甚至要提前两年预定 然后通过350多公里的冰路 运送进矿场中 在这种严苛的条件下 就算是丰厚的酬劳 也很少有人便宜来工作 但地球上还有一处金矿 它的开采难度和库波尔金矿不相上下 位于南非的姆波尼格金矿 是世界上最热的金矿 它靠近维特沃特斯兰德盆地的 背部边缘地区 这里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大金矿 仅2010年工人们就在这里 开采出了超过23吨的黄金 和库波尔的极寒相反 这里的酷热难耐 温度高达57摄氏度 可矿场里却无法安装空调 工人们顶着随时都会让人中暑的高温工作 空气中还弥漫着大量灰尘 铁锈色的污水会从隔壁的缝隙中渗出来 5厘米长的巨大蟑螂随处可见 但在这里要面临的困难 远不止是这些 矿洞的深度这些年在不断增加 已经接近4350米了 仅仅是乘坐电梯下到矿洞底部 就要花费一个半小时 而且越往矿洞深处 过道也会变得越来越窄 矿工们只能弯着腰才能通过 即便是这样 头灯也会不断刮过过道的顶端 到了最后面 所有人就只能趴在地上 用膝盖爬着匍匐前行 这样的深度还意味着 一旦矿洞出现什么意外 所有的救援工作都将变得没有意义 因为处于矿洞最深处的工人 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工人们每一次下矿洞工作 都是一场赌博 但不管是极寒的库波尔 还是酷热的姆波尼格 这两处地方的含金量 以及开采难度 和接下来要说的地方相比 都不值得一提 黄金作为贵金属 深得人们喜爱 但它并不是地球独有的特产 木星和火星的轨道间 有一颗黄金小行星 它的直径只有225公里 却含有丰富的金矿资源 堪称遍地黄金 那么它到底有多富有呢 按照现在市场上的黄金价格计算 如果将这个星球上的黄金 换算成美元 平均分给地球上的所有人 每个人大概能得到930亿美元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一些小国家全年的GDP 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呢 NASA计划在2022年之前 对这颗小行星进行探测计划 当然这个探测计划 并不是为了开采上面的金矿 毕竟黄金再怎么值钱 和宇宙飞船的造价相比 便显得那么不值一提 培养一个宇航员 也需要很大的代价 如果最后的用处 只是换一个星球挖矿 未免也太大财小用了 NASA的这次探测任务 最终目的是为了确定 这颗小行星 是否是一颗行星的裸露核心 这关系着地球的形成和毁灭 有巨大的科学意义 至于黄金本身 不管它如何值钱珍贵 终究是身外之物 对于人类而言 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才是最大的财富 好 资格尔 感谢观看